咱们这个国庆假期 已经都吃了这几道菜了 而且还吃的不少 这怎么办呢 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不过没关系 接下来呢 我就请专家呀 给出应对方案 有没有什么办法 首先啊 就是我们三高的人选群呢 平常他是不是在吃 降糖降脂降压的这些药物 那么如果说 你这个假期吃的 确实有点油腻 我倒是建议 有机会赶紧查一查 看看是不是要 适当调整调整 药物的用量 有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呢 尤其是这个过高的 我们说的血糖啊 或者是血脂啊 甚至血压 它可能会出现 急性的情况 所以可能要临时地 增加一点药物治疗 去控制它 当然啊 最重要的除了药物之外 一定还要赶紧收注口 陈医生 您给我们这个三高人群 给提个醒吧 就是在这种假期 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糖尿病的患者 就很重要去监测血糖了 因为在假日期间 也不见得天天都要去医院 那平时的血糖 在家的监测就很重要 那尤其是吃了过油的食物以后 那不光要监测 早上空腹的血糖 你餐后两个小时血糖 更重要去监测 看看是不是已经超标了 赶紧收注嘴 要及时地换成清淡的饮食 或者说增加药物的剂量 来改善过高的血糖 这个很重要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了 一定要及时地保护好自己 做好监测 别回头已经指标波动得很厉害了 还不知道 这个就麻烦了 就怕这样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三高 是一个需要长期防治的慢病 李医生 那你说那么多好吃的 咱们这三高人群 再也不能不吃啊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让他们也能吃 然后又不会危害太大呢 首先来讲是食物的量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上 指出成人每天25克油 是非常适宜的 25克油是三片锅包肉 就这么点 对 因为它制作熟了以后 就用进这么多油了 控制好量是最关键的 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 那刘医生 您觉得从这个中医的角度 中医最懂养生了 这个饮食方面 如果想要摄入的不那么油 热量不那么高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你比如说吃烤鸭吧 烤鸭它有那个小料 这个小料里边呢 它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要放葱 黄瓜 黄瓜 放酱 酱 那我都经常建议大家呢 你多放点这个葱 它可以帮助你解油腻 这是烤鸭 你比如说烧茄子 这个我经常到一个饭店 就吃个茄子 它里边放豆角 然后呢 我经常就跟他们说 你多放点葱姜蒜 因为葱姜蒜的话 它这个中医叫新开的 它是帮助你消化的 就刚才我们那个 陈彦主任讲的 这个油在里边 待的时间太长了 那它这样一处理的话 可能待的时间相对短一点 这都是解决的办法 当然了 如果你吃的觉得太多了 你又特别注意保健 我告诉大家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喝黑茶类的 这个六宝类的茶 湖南安化的黑茶 和藏茶 都是黑茶类的 它是发酵楼的 发酵里头有很多微生物 在于微生物的话 对解油腻是肯定的效果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而且这些黑茶的话 还不影响睡眠 第二个办法 我建议大家煮一个茶 煮什么茶呢 我们有个干草 干姜 山楂 饮 就是干草是调和百药的 所有的油腻 它也可以解 干姜是新开的 可以打开你的这个胃肠功能 然后山楂它做消化 我们平常建议大家 干草它一般用六克 干姜用三克 山楂用三克 它就可以了 就是一块煮就行 煮沸了 然后喝湿的温度 去喝就可以了 而且干草干姜的话 它能在一定程度防止感冒 你出出汗就很舒服的 那这个一天 是可以喝很多次还是说 这个你看你的情况 就你 咱们今天不是山高吗 你吃油腻多了就喝这个 当然平常喝挺好喝的 你平常喝也没有关系 第三个 你实在觉得太油腻的时候 还有一个更狠的一招 用什么呢 用炒鸡内筋粉 鸡内筋呢 大家也知道 是我们鸡里面一个胃的黏膜 那这个到腰店里面很常见 非常方便 你买一小瓶放到家里面 这个你觉得油腻太多的时候 你就吃两勺就行 那这个办法好 办法好 你家里所有小孩 不爱吃饭的时候 你这个试试也比较管用 好的 那么关于国庆假期 吃得过油的问题 给出了 竟能让我们一饱口福 又能吃得健康的 很多食用的方法 在这儿呢 大家赶快拿小本本都记下来 谢谢大家